陳斌案目前的最新進度 我們就在北檢幫大家掌握第一手消息 今天檢方是終於再度來提訓柯文哲 而這也是柯文哲第五度來遭到提訓 我們透過現在的這個畫面可以看到 柯文哲今天走下球車的時候 跟以往不太一樣 他沒有來戴眼鏡 不過他的神情好像也沒有多做太多的變化 不過大家要知道 其實這個月初也就是10月1號的時候 檢方原本就是預計在10月1號 要來五度提訓柯文哲 但是他準備要出這個台北看守所的時候 卻跟法警告知說他不想出庭 因此當時承辦檢察官考量到 柯文哲的身心狀況之後 決定是來取消那一天的停訓 並且是擇日再提 而這個擇日一隔就是隔了半個月之久 今天終於是第五度來提訓柯文哲 不過要跟大家告知說 就算柯文哲他沒有辦法來拒絕 檢方的這個出庭 檢方還是有強制力把他提訓到北檢 要來開庭 但是他在庭上還是可以行使 他的這個肩默權 也就是說柯文哲今天在開庭上面 會不會願意向檢察官透露更多訊息 還是全部交由他的律師團隊來應付 柯文哲則是一句話都不說 都是後續來值得關注的 現在距離這個金華城的弊案 包含這個印小微、沈慶經 以及吳順明這三個人 他們的羈押期滿 在這個月底將會來滿兩個月 也就是說現在 檢方要先針對這三個人 來做一個起訴或是延壓的動作 因此外界法界也分析說 如果想要延壓柯文哲的話 檢方勢必得要先延壓印小微 以及沈慶經和吳順明這三個人 預計最快就要在10月24號前 就要來申請延壓 因此柯文哲到底會不會延壓 也讓外界非常的關注 但是法界也分析說 現在柯文哲的帳房橘子還未到案 恐怕也會讓柯文哲成為延壓的關鍵因素 是一 那麼稍後如果有更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都會持續來幫大家掌握 先將時間還給朋友